所有人都已經是這樣子講了 那怎麼辦? 那老師不是也有交代他做什麼?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我的方針 以這個作業來講 我們各做各的 嗯,然後就看 我們現在老師不是分給我們什麼 鉛筆、橡皮上面 嗯 你就選一樣來做 做完之後完成的東西就是你 嗯,然後 他的東西就不管了 對 OK啊 然後他應該會玩一招就是 快要叫做可能前幾天他會跑來找我們 找我們,那我們也 我們就說自己做 要不要說出這樣 嗯 所以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只不過頂多是他們 可能那一天我們會被他煩 比方說就是 你在旁邊睡覺 他半夜在那邊又電了 他可能看的時候 半夜會不會也到你過去做 就頂多是那樣子 因為現在 現在你 你 你我我都突然 就是覺得 對他不滿 我不知道怎麼表達 反正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嗯,我不是不滿他實力不好 我只是不滿他的態度 對啊 啊就是 就是 呃 要怎麼突然 就是要拒絕他 拒絕他 拒絕他 對啊 反正他人那麼聰明 他大概 可以看人家臉色 我發現他 他會看人家臉色 他會看人家臉色 然後 只是他很愛裝蒜 呃,對 但總結就是明知 明明知道 然後你的話 你的話 你的話是 個性很容易暴躁 可是我是覺得 我發現 你 你心裡也是這樣 很完善 怎麼了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像這樣很好了 假設你是這樣子 你可能 現在你跟金藥 就完全不會說 可是你就是 過一 可能是過一下子而已 然後 可能會跟他就是 關係沒有什麼 但是我也沒有說 如果你要像這樣子 太多次的話 我也會不爽 我是覺得 做作業歸做作業 就是 朋友歸朋友 對啊 他頂多只是 娛樂的朋友 拍電話知道嗎 還有這件事 我還有跟漢哲講過 喔 漢哲又怎麼說 跟你們說是一樣的 他們說 首先 他上學其實 有跟他 合作過的經驗 所以他大概也知道 看來就很不愉快 沒有 主要是要裝 就是要裝少 就是補作 禁藥的特質是 一樣做多業的特質是 他補作作業 他是多利 不參與 然後補作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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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裝蒜 這樣而已 那我們先 還是 還是要不要亂算 我也不想問他 我也不想問他 我們不想問他 我們心地弱明 問他只是裝少而已 對 不是 這樣也沒什麼用 好吧 反正明天我們就來 看看 明天 我是希望的 就是 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 嗯 因為畢竟 這不是我們擅長 我知道 像網站喔 網站 你這邊看一下就過 那一堆人應該還沒過 那應該算是筆記沒做而已吧 他們太懶了 好吧 但我沒做 跟你講 雖然這 的確是沒錯 那個是 看一看就 對 也就是他們 大家都懶到說 不做筆記 不過說實在 我也很僥幸 吵心 但我知錯 知錯 然後 就這樣 就有驚訝 他 他可不可以沒做筆記嗎 喔 啊 對啊 他考完一次之後 他都沒有做筆記 跟其末好一件喔 嗯 而且他是 我是覺得他那個時候在跟我們 喔 他好像在 好啦 他好像在裝可憐一樣 哈哈哈哈